那來看一下這個來去台北注意玩這個範園這個範園稍微先demo一下給各位看一下第一個我們來看一下 特別注意他這個地方的原始碼 原始碼有問題 這個原始碼裡面 因為這個資料是來自於哪裡來自於那個 就是雲端上面在台北市政府有個開放資料 開放資料裡面的話呢他會有一個是決勝檔那我們是直接去連到那個決勝檔把那個決勝檔抓下來之後 放在裡面並且切字串切出來之後秀但是呢 這個版本有點問題所以後來我又把它更新了一下 更新了一下之後其實正確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呢他裡面的需求這樣第一個 在網路上面的資料呢我先把它抓下來抓下來之後的話呢那我就切字串切哪個字串呢去找到台北市 一直到什麼什麼什麼區 有沒有後面加一個旅館資料 然後呢總共有幾筆 總共有幾筆 然後分別把它列出來 不過 要做這個之前呢 其實 最好還是先了解列車view 列車view裡面呢有一個部分就是說 我怎麼建列車view 然後呢 列車view資料放進來之後的話 我怎麼在後面再加上一個什麼 加上一個 這個總共有幾個 抗者 這個項目 那點擊這個地方當然我做超連結點擊比如說旺華區這邊有31 31 加旅館有登記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 那就可以跳到這邊有31加 會秀出來 另外當然可以點擊之後 還可以跳到 網頁上面呢 去查到它的地址 因為呢在 開放資料裡面呢 還有登記它的經緯度 不過呢 因為在瀏覽器 這個 即時裡面呢 它裡面沒有瀏覽器可以開 可是在手機裡面可以 也就是說這個範例如果做好之後 在那個 我們的 手機裡面是會跳到手機板裡面的瀏覽器 並且把瀏覽器打開之後 會 開啟手機板裡面的網頁的地圖 然後呢把地標放上去